中國面臨30年來最嚴重的經濟放緩壓力 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 面臨無法償還貸款的處境 根據《紐約時報》報導 中國企業今年已經出現近200億美元的債務違約 雖然200億美元的債務違約金額很小 但是造成的損害正在上升 未來兩年 中國企業將有數千億美元的債務到期 其中包括來自全球貸款和投資客的2000多億美元 中國除地方政府面臨債務問題外 企業界更是債務當頭的大宗族群 例如最大股東為北京大學的北大方正集團 12月初並沒有按期償付2.84億美元的債券 另外由天津市政府經營的天津物產集團 極欠外國銀行12.5億美元的債務 成為20年來 第一家沒有按時向外國投資者償債的中國國有企業 中共當局日前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決議仍然以求穩為主 至於2020年經濟成長能否保留 也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 儘管中國企業的違約貸款價值已經超過了2018年的總額 不過專家認為這件事還沒有結束 標準普爾全球的中國信貸專家李國儀對《紐約時報》表示 預計中國企業占物違約率還會繼續上升 而且還有其他許多公司在非常艱難的環境中運營 美國UCLA安德森管理學院經濟學家余偉雄表示 過度投資 過度擴展信用 過度擴展槓桿的情況之下 中國累積龐大的債務 這只是開始 未來會越來越多 過去看到這個表面上繁榮的景象 大家都覺得不只是中國的民眾 就是說全球的民眾 中國 好了不起 這個什麼道路 橋樑 高鐵 地鐵 高樓大廈 蓋得好快 好新 整個城市的煥覽一新 整個怎麼樣的 路透報導 12月10號在上海舉行的 《中國企業債藍皮書》發表會上 會譽評級中國企業研究董事黃曉廷指出 美中貿易戰加重中國企業的經濟壓力 尤其是被加徵關稅較多的產業 相關產業的違約率可能上升 會譽表示 中國2019年前11個月的 民企債券違約率達4.9% 創下新高 根據會譽的研究顯示 2014年以來 中國境內企業債券的違約數量 呈現上升趨勢 且違約債券的本金金額也一路攀升 已從2014年的13億人民幣大幅增加到 今年前11個月的994億人民幣 會譽指出 中國債事還有近三成的潛在違約事件 仍待解決 看看再次的問題 再次的問題 多次的問題 谢谢大家